如果你的時間夠多 你就可以同時練一個楷書、一個行書、一個曆書 你時間夠多啦 四種書題你就每一種各練一種 那可以 但是不要楷書一次練兩種 這樣筆法容易混淆 曆書一次練兩種 我覺得這樣就沒什麼必要性 筆法太接近的話還是容易混淆 即使你說你很厲害還是沒有必要 其他的草這個左右拉得還蠻開的 我每次都寫太短 寫完以後才發現太短 就是個人寫字還是有那種習慣 不容易改 有人就寫的扁 有人就寫的長 有人就寫的瘦 有人就寫的重 這種就是個人的那種習慣 好 好 喔 每個字都寫得好 我們拉得比較欠 這個都跟傳書 有些背道而馳 这边照理说 传书里面这两个是左右对称 可是你看起来它好像没什么对称 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个也一样 然后间隔也没对称 所以写它字有时候会觉得 有点错愕 有没有发现这个出出细细也不太一样 照理说传书是一样出细的 我们传统的观念 但是无常说真的是不理这种传统观念 所以它的草创性很强 艺术性很个人 所以它才会为人所称道 今天我们一样画葫芦感觉很容易 当时它想到这个方式写字 确实是很难 我们常常在领帖会觉得说 这书叫什么了不起 我会写得出来 可是无中生有就很难了 就好像我们看很多歌唱节目 那些模仿歌手的人唱得比歌手都还好听 可是如果叫他自己说 那你自己去创造一个风格出来 他唱不出来 问题就在这 模仿事实上是最容易的 炒创是最难的 所以这些伟大的书法家 你能想到这个方法写字 真的是很难 虽然我们这样照着写 好像感觉 没什么了不起 我也做得到 就跟那个唱歌一样 没什么了不起 你唱得很好听 我也可以唱得很好听 可是叫你去做原创 你又创不出什么东西来 这就是问题 多 表现出线条囚境的样子 这个最难 表现外形是最容易 外形 画个两三年就可以做得出来 这个线条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常听到人在讲 那个书法是十年模一线 十年 就是为了模一条字写字的线条 就好像那个柱剑师 十年模一剑 为了模一的被把剑模了十年 那书法是为了这个线条 那你就要模十年 所以只要心理准备 不是把字形背好就好 字形一年大概就背起来 可这个线条 十年未必做得出来 听了就让很多人都退避三射 不玩了不玩了 在写出话还是有点耐性 要有耐性 所以我都觉得说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写书法 不然你勉强自己啊 学不来的 一脚长一脚短 不一定要拿一样长 这叫变化 这里的十就很多字 左边水比较多 右边水比较少 这叫变化 简直辱 翻译 垃圾 垃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